今天我打算和大家去珠海的香山湖公園逛一逛 现在我们看到右手边就是香山湖公園 我先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太好了,刚刚这里有个停车位 大门看下去也挺有新年气氛 让我们现在走过去看看 来到港场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有很多摊位在这里 基本上都是以小食为主 我们现在一直再向前走 这个就是香山湖公園的正门 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盗篮图 在门口的左手边我们看到有一间比较有特色的建筑板 原来是一间肯德基来的 我们现在再向里面走进去看看 一进到门口这个位置 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摊档 基本上都是快点小食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现在再向前走过去 这里看到有一个湖 旁边还看到有人在这里钓鱼 我们在这里还看到有几只鸭在这里 旁边有人在这里喂食给他们 可能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 人也都算比较多 见到很多人一家大小过来这个公园玩 有些人就坐在草地上面透亮 从远处看过去 还可以看到有些人在这里露营 桥上面的人在看什么呢 让我走过去看看 原来他们在看桥下面这一只小动物 让我和它拍张照 现在让我走过来左边看看 同样在这里也有人搭帐篷露营 我们看看这里下面 哇很多鱼啊 这个公园真的挺大 环境都不错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不妨来这里看看 享受一下阳光 现在又是时候去下一个地方拍摄了 今日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如果想看更多我拍的视频 记得加关注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和评论 我会用不同的角度带你去看这个世界